她的声音并不大,而角落里的人却听得一清二楚。 蓝忘机的视线穿过人群,看过去,是那天见到的男孩。 蓝忘机欣喜,她想过过去问她,魏无羡让聂怀桑坐在哪里,自己则是去外面买一杯饮料。 她来到奶茶店看了看到,一杯清明,三分糖,冰的谢谢。 谢谢。我和她一样。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,魏无羡诧异地转过身。 是你。蓝忘机道,好久不见。 魏无羡甘笑道,好久不见。 两人并排站在一起,还是蓝忘机率先问她,那日之后,你没有来图书馆。 魏无羡以为她是在提书的事情,有事情耽误了,你的书我明天就还,地点还是图书馆。 她的那双明眸一闪一闪的,仿佛里面装满了星辰大海。 蓝忘机痴痴道,我能加你个联系方式吗? 魏无羡心中纳闷,什么?我们不是有联系方式吗? 为什么还要加?脑子真有病。 看着蓝忘机憧憬的眼神,魏无羡忽然意识到,她该不会没认出我是和她领证的Omega吧。 魏无羡拿出手机,用自己的另一个微信号,加了蓝忘机。 我叫魏英,你叫什么? 蓝忘机道,蓝忘机,你可以叫我蓝湛。 魏无羡一笑,蓝湛。 为什么?蓝忘机道,你很特别。 魏无羡。 两人对话被电源打断,先生,您的清明。 魏无羡接过道,谢谢。 魏无羡看了眼蓝忘机道,我先走了,明天见。 蓝忘机,明天见。 转过身,魏无羡才喘了口大气,蓝忘机,真没认出自己。 随即一想,蓝忘机这番操作,这不是妥妥泡殴吗? 魏无羡心怀侥幸,蓝忘机,你竟然要律我,等坐时你出轨,我就拿着结婚证和你离婚,分光你家产。 可魏无羡转念一想又不对。 和蓝忘机领结婚证的是我,被蓝忘机搭讪的,还是我。 我律我自己。 晚上,回到家,蓝忘机那边就给他发了一个消息。 明天早上十点,老地方见。 魏无羡扣着字回他的空隙间,就看到另一个微信里面,蓝忘机又给他发了条消息。 你什么时候有空,我有话和你说。 魏无羡看了看,莫非是这人转性了? 他切换微信回复道,一定要见面讲。 微信上不可以吗? 蓝忘机也想了想,既然都要分开了,再见面也是多此一举。 他道,我自知这些年亏待了你,但是作为你的合法丈夫,我会给你丰厚的补偿。 魏无羡愣住,这是要和自己离婚的节奏啊。 不可以,他的每月一百万不能飞了呀。 魏无羡,你要做什么? 蓝忘机,我想离婚。 魏无羡假装伤心道,离婚。 我哪里做得不好吗? 这话一出,蓝忘机的良心也被抽痛了一下。 自结婚起,他们就没见过面,什么羁绊都没有,只有冷冰冰的一百万。 魏无羡,我回来后就一直在这里等你,你不来找我,也不愿意和我说。 魏无羡,我以为你这几日找我是想起来我,没想到竟然是为了离婚。 魏无羡,你不要我了吗? 蓝忘机纠结万分,最终还是无法做到。 你要我如何? 感情知识不能强求,我从未碰过你,你以后,可寻良配。 这句话蓝忘机说不出来,他低沉一阵。 魏无羡想到最近的事情,于是大胆地猜测道,你是有喜欢的人了吗? 蓝忘机没想到魏无羡会猜得这么准,又或许是自己的行为不磊落,才会这么心虚。 蓝忘机大放承认,是。 此话一出,魏无羡要闹了,离婚就是为了那个狐狸精。 蓝忘机不赞同这话,他不是。 魏无羡更加来气了,离婚是吧?你打算怎么分啊? 蓝忘机打出一串数字,五百亿。 这不是比小数母,魏无羡看的眼睛都直了。 他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,能有五百亿,那岂不是后半生躺平了? 魏无羡一改先前的嘴脸,什么时候? 蓝忘机没想到魏无羡会这么快答应。 你什么时候有空? 魏无羡看了看自己的行程,一周之后,蓝忘机答应,好,民政局见。 魏无羡,民政局见,次日早上,魏无羡按照约定,十点到图书馆等蓝忘机。 他难得起得早,本以为九点半到可能早了,但是没想到蓝忘机早就在里面等他了。 魏无羡脚踏进去,蓝忘机就喊住他的名字。 魏英,你能留下吃顿饭吗? 魏无羡差矣,吃饭。 你请我。 蓝忘机点头,可以吗? 书已经还了,婚也快离了,那在嫖顿饭也不错。 魏无羡爽快答应,你订饭馆。 蓝忘机开着车带着魏无羡来到早就订好的饭馆,入眼的绿竹和清一色古风装修,不禁让人眼前一亮。 这里我怎么不知道,好漂亮。 蓝忘机领着他进厢房,这里偏僻,但是景色宜人,且很难订到位置,所以不常有人知道。 魏无羡惊奇地看着四周,忍不住道,在这里吃饭一定要很多钱吧。 蓝忘机轻描淡写道,不贵,几十万而已。 魏无羡张大嘴,几十万。 这也太贵了,我报答不了你的。 这点蓝忘机是知道的,初见时,见魏无羡的打扮便是学生模样,想来时刚毕业。 蓝忘机道,不用你报答。 魏无羡不好意思道,可你请我吃这么贵的饭,是为了什么? 问这句话的时候,魏无羡心里白眼都快翻上天了。 渣男渣男渣男。 蓝忘机看着魏无羡,小心翼翼地问了一个敏感的问题,你是,一个人吗? 魏无羡想了想,看着蓝忘机明白道,你是问我是不是单身吗? 蓝忘机轻壳,没想到自己问得这么直白。 他红着耳朵道,嗯。 魏无羡笑得甜甜的,实力配合着道,我不是哦。 蓝忘机心碎一震,随即魏无羡反转道,不过很快就是了。 蓝忘机疑惑,很快。 魏无羡道,他出轨了,所以我不要他了。 听完,蓝忘机皱眉。 魏英这么好的人,竟然还有人会不珍惜。 蓝忘机安慰道,将他望去,还会有更好的。 魏无羡歪着头看着他,更好的。 他的眼神很直白,蓝忘机被盯得无地自容。 你,不要这么看着我。 魏无羡扑斥一声笑出来,大哥哥,你是单身吗? 反将一军,蓝忘机被打得措手不及。 蓝忘机犹豫一会,还是决定不隐瞒他。 我结婚了。 随即蓝忘机又道,但是一周后我要离婚了。 蓝忘机补充道,我从未见过他,与他结婚, 只是为了遵循父辈之言。 魏无羡假意心疼他道,看来我们都是天涯沦落人。 饭菜上来,魏无羡就不管和蓝忘机说话了, 自顾自开始吃了起来。 魏无羡吃了几口道,那你离婚后怎么办? 再找个新的吗? 蓝忘机抬眸看他,不敢把心里话告诉他。 我不知。 请不吝点赞,不敢把心里话说话。 strategies,推荐掉几口道, 享受 när我们跟大家修理打赏,